绿岛之星克伦沉没骑津港 倾斜入水 民众进海要搬了 屁啊 旁边都在冒炮 3月18日下午2点55分 海巡署骑后安检所值班人员 从监视器上发现骑津鱼港有异状 立即派员前往查看 发现港内提火之客船绿岛之星一号 疑似有倾斜之状况 船身已开始倾斜并达量进水 等民众派下沉船过程 当船身倾斜没入海中时 海命不停冒泡 船体突然摇晃一下后家属沉没 民众急得喊要翻了 幸好无人员受捧会受伤 绿岛之星共有三艘客轮 沉没骑津港的11号客轮 据侧面了解 绿岛之星一号已靠港多时没整修 导致船体破损才会潜入海中 事后港务公司及高市航局等单位 也紧急在现场劝委兰游所 实施燃油锁之架设 有效控制漏油范围 防渡港区内之环境污染发生 截至本日上午九十指 暂无发现有无外泄之情形 海巡署已联系绿岛之星一号船物代理 近期将实施沉船打捞等后续事宜 东西新闻高雄报导 中午后 有情报 所 最大 予 死